哈囉大家好,我是華爸 我看一下我的頭髮 哈囉大家好,我是華爸 我是鳥媽 硬要講 歡迎你們回到我們的頻道 好,我們今天要拍這個影片呢 是因為我覺得 今年真的過得好快喔 對啊,去一下,穿穿就要一歲了 對 你也覺得很快喔 所以我們想要跟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這一年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真的發生好多好多事情 咬 那我們要從哪邊開始講起來 在一月份的時候呢,我就坐月子 穿穿出生了 我記得他剛出生的時候也是狀況很多 在家戶裡面觀察 因為他有一點肺部羊水沒有排乾淨的狀況 我覺得回想起他住院那段期間真的超辛苦 又騎在醫院打電話來 但是又覺得有一點膽戰心境 然後也都睡不太好 因為就不知道他的狀況是怎樣 所以每天就是為他祷告 然後媽媽就很常落淚這樣 但是現在看到他發展成這樣 覺得說 哇,這一年真的好快喔 然後他已經健康的可以走路蹦蹦跳跳的這樣 他已經快要一歲了 對不對 天啊 嗯 二月份我們就開了一個公司 講故事的公司 叫做小耳朵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對對對,我們用那個聽眾的名字來明明這樣 還沒有營收,但是我們就是先宣告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會取這個名字也是希望說 就希望可以為了他們做一些非常非常好的內容 跟他們聽 我們就把公司開起來 然後 投利比錢開始創業 然後後來時間就來到五月份 五月份發生了一件事蠻很重要的事 五月裡開滿了康奈辛華 等一下等一下,剛剛是一個個人演唱會啊 請問一下 母親節過完,然後疫情就爆發了 一夕之間就升到三級警戒 我們那個時候剛好在三級警戒前 回了一趟南部,然後就回不來了 而且那個時候還有Delta的病毒也在屏東 我們家有出門,大概就只有我吧 因為他要負責出去採買 然後我走在路上的時候 真的超級小心的 就是你不知道說人他跑到哪裡去 然後他接觸過什麼樣的人 不管碰什麼我都要噴酒精 我們真的就乖乖待在南部家裡兩個月 不過我們的Podcast節目 就麻爹講故事也在疫情的期間就是大爆發 可能因為大家的小孩都被關在家裡吧 然後沒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們今年應該講了有100個故事 差不多差不多 疫情期間每天講 我們家現在超級多書 感覺可以開個小型的圖書館 然後當時我們發現一些問題就是說 很多人在Podcast上面他沒有辦法重複的播放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可能自己做一個播放的清單 所以我們就推出了一個APP 然後剛剛講到這些功能呢 上面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這個APP呢解決了很多媽媽用Podcast播故事給小孩聽的痛點 我們團隊現在正在寫自己的原創故事 然後已經錄完第一季了 好很興奮很期待 這原創故事呢他就會獨家上在APP上面 所以如果你只有我們的Podcast 你還沒有下載APP的話呢 可以趕快去下載APP 然後時間來到9月份 非常的感恩因為疫情呢在小朋友開學前 就趨緩了 姐姐是要進到小一了 光光也抽到了幼兒園 我們就開始著手準備哥哥姐姐他們要上 開學 你覺得比較輕鬆嗎 我覺得這個心情有點複雜 其實他們會慢慢的越來越大 脫離母體啦 也是要進到一個新的 新的團體裡面去開展新的生活 剩下一隻還沒脫離母體 然後我們那時候花最多時間 就是在幫他們找書桌 幫姐姐找書桌 因為我們家真的太小了 爸爸也沒有工作桌 我記得我那時候還發了線動問大家說 請問大家有沒有推薦這種 就是大人跟小孩都可以用的 它是一個電動升降桌 最低可以到50 好升起來囉 這是最低 然後最高它可以 升升升升升到一個大人適合的高度 大概在73公分左右 這邊可以設計兩組的高度 就一組給我一組給星星 穿穿在下面為什麼我們都不擔心 是因為這種電動桌他們都有做那種安全裝置 就是它如果降下來壓到下面有東西的話 它就會緊急停止 然後回升 它還有一個書架 還有加上椅子 但我們那時候就一整個set都買了 其實蠻方便的 喵媽現在還要來打開一個神秘的感覺 欸是我們上個月因為工作需要 所以我們買了一台iMac 開囉 哇好美喔 真的好美 哇 就是跟我們家這個中島的橘色一樣 OK 這樣可以嗎 哈囉 哇 這個是我筆電的充電器 這個是iMac的充電器 喔 這台因為網路上已經太多人開過箱了 所以我們就不特別介紹它的功能 只是跟大家分享我們家有需要 然後趁著雙十一特價買一台新電腦 喔 熱騰騰 我們下個禮拜就會在我們的APP上面 推出我們的原創故事 好期待喔 然後呢 很日本感 對 叫做飛翔花拍拍 哇這次搶先看耶 但它不是動畫 它是一個廣播劇 這一對呢 是一對姊弟 他們遇到了一隻不會說話的鸚鵡 可是這隻鸚鵡呢 它有一個能力 就是它每一集可以帶他們穿越到一個場景 帶他們去經歷一些冒險 最後姊姊跟弟弟呢 他們就會從這過程當中學習到 比方說喔 我不能挑死啊 或者喔我不能爬到很高的地方 我們會摔下來要注意安全 沒錯 拍拍就是這隻鸚鵡 12月17號 我們會公布整個的故事 還有訂閱的方案 如果我們爸媽講沒用的話 我們就讓拍拍來講吧 我現在就是一個巧虎 對對對 然後我要推這個鸚鵡給大家 你不是孫悅叔叔嗎 怎麼變巧虎 喔我是孫叔叔是不是 因為現在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孫叔叔是誰吧 Oh my God 我又暴露年紀了 孫叔叔是我非常respect的 對 這真的是我們非常非常用心做的作品 希望大家非常的喜歡 好那2021年你最感謝的人是誰 最感謝 我覺得如果只能感謝一個的話真的很難 因為要感謝人事務實在太多了 那不如我們就謝天吧 雖然他很官腔很老派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是我這一年的感想 就想說我們除了拍影片做內容之外 我們也嘗試不同的其他的方式 專門為小孩打造了一個屬於他們的內容 我們應該要用我們自己在網路上面的影響力 然後去陪伴大家的小孩長大 對啊因為我們也是這樣陪伴我們的小孩長大 我覺得我應該最感謝的還是我太太吧 我們家三個小孩其實有時候真的很忙 我們兩個人很多的決定啊或者什麼 我覺得他都沒有覺得說 蛤那個不要錯那個不會成功 或者是怎麼樣 他就是跟我一起嘗試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在今年做了這麼這麼多的事情 真的是 你沒有去世你永遠不知道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也希望這樣子 讓我們的小孩看見我們 一直不斷的去嘗試 那最後當然就是要感謝螢幕前面的你們 超級謝謝你們的 因為我們今年才拍了12支影片 以Youtube來講有點少齁 非常少 對可是大家還是很熱烈的跟我們互動啊 而且現在也不一定是在Youtube上面 可能跑到Podcast或在APP上面 我每天都會聽到好多小朋友在那邊留語音給我 好的那 先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囉 明年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年 對雖然充滿了挑戰 但我們還是非常的期待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分享你們的2021年過得怎麼樣 我是華爸 我是鳥媽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記得趕快去下載我們的APP 好 那先這樣吧 掰掰 掰掰 差不多 好啦 按 uwagę